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 這不是乳牛嗎 我們要找的是肉牛啊 我們好像跑錯地方了 大哥 不好意思 你好 我是詹姆士 是 我想請教一下 我在找這個台灣的肉牛 是 我好像跑錯地方 你這邊專門是做乳牛嘛對不對 這邊嗎 不是啊 這邊是肉牛 肉牛 肉牛不是我們都知道是什麼 台灣不是都黃牛肉 這不是乳牛 對啊 是黑白牛對不對 但是我們在看那個 有沒有 每次在看那個大草原裡面 在 在取那個奶都是這個啊 是是是 沒錯 它是取奶用的 可是 它是公的 所以公的的話 它會 這邊全部都公的 這邊全部 這邊是 這邊是男生宿舍 全部都是公的 因為 我們那個牛 公的肉牛它沒辦法產乳 當然 公的不能產乳 公的不能產乳 那要做什麼呢 養它幹嘛 所以我們等於是 是 台灣現在所謂的 肉牛裡面 它其實也是有 所謂的 這個叫什麼牛 這個叫 黑白牛 叫hosting hosting 英文叫hosting 和式燈 中文叫和式燈 就和式燈不是有牛奶很有 對 和式燈就是這種牛的種類 對 我一次很想搞懂台灣溫體牛 只是沒想到 我們以為台灣牛指的就是黃牛 但是原來所謂的台灣牛 更具體的來說 應該要泛指所有在台灣本土養殖的牛 都可以叫做國產牛 不過講到這裡 有一點我還是很好奇 所以你提到說這個乳牛的公牛 會當肉牛來賣 可是這樣在台灣的比例佔得多嗎 因為我們都聽過說台灣就是黃牛肉 OK 那這個消費者也常常問我 那個我們吃的台灣牛到底是什麼肉 其實90%是這種乳公牛 那大概屠宰量大概在總共的食材 所以我們每次去吃很多地方 講說它是台南的溫體牛 然後是黃牛肉什麼牛 那個基本上是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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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那些店比例上是非常少 大部分90%都是這種牛 對 沒錯 而且你在邊講話 你就邊摸它 它是不會反抗 不會 因為它每天我們要餵飾 然後要幫它洗澡 要幫它那個 所以說 每天你還幫它洗澡 要洗澡 我們每天都有在洗澡 所以說它不怕人 對 我去那個日本出外景 有時候去掀台的時候 是 他要拿刷子去刷那個牛背 乳公牛不會 為什麼都不會 因為它的價值性比較低 那和牛因為它價值性比較高 對 可是你刷得刷得久了 它可不可以見和牛 這不太可能 我們另外有和牛可以刷 可能還是有人不曉得 台灣人吃的牛肉 有九成都是從國外進口的冷凍牛 基於土地跟養殖數量的關係 國產肉牛根本無法競爭 所以長期以來 我們吃到了溫體牛的供應源頭 幾乎都是用進費退的乳牛 和無法產乳的公牛 講到這裡 又讓我產生一個疑問 你這是什麼 這裡面有一些酒糟 酒糟 為什麼有酒糟 對 因為喝牛是吃什麼 是喝啤酒的 那台灣牛 我們台灣牛是喝高粱酒的 我們比它更高級 所以這酒糟是高粱蕎賣的這些酒糟 對 我們台灣是做高粱酒 金酒或是金門酒廠或是台酒 那做完酒糟之後那個高粱果粒 它沒辦法使用 你把它拿來用 對 拿來用 我們講是農業副產品 那吃上就是說我們人吃上 就是說在生產過程裡面不要的 那這渣主要是我們台灣是做糖 湖偉這邊有名的是糖 所以有糖在那邊 對 那做糖有 有高粱的火石 有酒糟 然後木草 這邊的木草 沒有 最重要還是我們這邊有 紅蘿蔔跟馬鈴薯 所以有紅蘿蔔跟馬鈴薯 有 牛是紅蘿蔔跟馬鈴薯 對 台灣養牛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沒有很多的玉米 我們這邊沒有種很多的玉米 對 那也沒有很大的草原 可以讓他們吃 天啊 你手放進去沒關係喔 沒關係 沒關係 它沒有牙齒 它沒有牙齒 什麼口感 對不對 不是什麼口感 它沒有牙齒 什麼手感 什麼手感 對 就暖暖的啊 它就是 都是它的口水 它其實沒有牙齒啊 你看 你就試一下 你就手伸進去試一下 對啊 我的手現在過來牽著你的手 看清楚 拍清楚 來 你手過來 給它一些腸就來了 來 什麼感覺 對啊 所以不會怕 不要伸進去就好 對 不要伸進去就好 就跟養狗一樣啊 鐵的啊 它就舔而已啊 真的 你也沒關係 沒關係啊 坐外景的怕什麼 你在幹嘛 不是耶 你有被舔過嗎 沒被舔手過 真的喔 你不會怕 不會 奇怪耶 感覺好像我們是女的 我來 找一次大隻的來 這魚 就這樣給它就會吃是不是 對啊 對啊 來 我來這個吃 來 喝 有牙齒 怎麼沒牙齒 不會啦 它只是 它沒有咀嚼的功能 牛沒有咀嚼的功能 它是 它主要的消化方式是 先吃進去 餵嘛 然後再吐出來 對不對 然後再咀嚼之後再 對… 然後再吞回去這樣子 它是利用這種機制在消化 你們也不要說笑我這樣子 當有一天你被馬咬過的時候 你就不再相信它 差不多 沒想到台灣牛吃得很澎湃 搞得好像在攝取人體必需的 營養素一樣 不過有一點不懂老闆的明白 台灣肉牛在價格上 根本打不過進口牛 使用這樣的飼料成本 怎麼可能會划算呢 這個有必要深入調查 這個 是什麼 酒糟 酒糟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這個場 來我們繞一圈好了 來我們旁邊這樣繞一圈 好 這個是 什麼 這是虎尾糖廠的蔗渣 這是白甘蔗對不對 對 白甘蔗 我們做糖的甘蔗 有那種 就是已經甘蔗放比較久的那個 有沒有 有一點發酵的那個 那個味道 因為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以前我外公啊 他那甘蔗買回來 他就不馬上吃 他一定要放到那個 已經有點發酵 有點酒味 他覺得那時候最好吃 對 這個是 這個幹嘛 這個混合雞 混合雞 所以就是把這些東西混合雞 對 然後再來 再來 牛汁在那邊 好 這樣就是繞一圈 你餅乾燥耶 這邊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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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繞到這邊 他還留在原地這樣 沒有 這邊還有 這是什麼 馬鈴薯 這個喔 紫色的喔 對 紫色的 你是一定要他吃紫色的嗎 沒有啦 我們有什麼顏色 我們吃什麼顏色 還有花青素也要在乎 沒有 就是看這個 這個馬鈴薯看起來就很好吃 對啊 可是它外表賣相不好 那市場就沒有了 這樣賣相不好 對啊 你看這個有酒針 老鼠咬 這個就有 因為我很喜歡吃馬鈴薯 紫色的 看到馬鈴薯只是馬鈴薯 就少見了 紫色的 這是什麼 玉米殼 這些都是它的飼料 對 有這個酒糟 有甘蔗 有馬鈴薯 有紅蘿蔔 有玉米殼 對 這下我終於搞懂了 這是一種農序合作的模式 因為雲林同時出產龐大的農產品 所以把這些賣相不佳的農產品 或是農作廢棄物 送到牧場給牛吃 不僅減少食物浪費 也節省了飼料成本 這樣的模式也剛好讓台灣牛 可以隨著季節轉換飼料 吃得比進口牛還健康 這邊明顯的牛 就比較小隻一點對不對 對 對 沒錯 這邊的空間比較大一點 我們 我們知道這個 在日本 它在飼養和牛的時候 它的環境空間裡面 有一個最大的特色 因為剛剛我們講到他們喝啤酒 你說我們這邊是吃高粱 對不對 它還有聽音樂 放音樂的原因 在日本說是因為牛聽了之後 心情會好 是 你這邊放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嗎 好 那我覺得主要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告訴他說 準備要吃飯了 音樂一放就是要吃飯 對 第二個原因是說 它已經習慣聲音之後 如果突然一個聲響的時候 牛群不會這樣子緊張的釋出 這是重點 我跟你講其實牛 鹿這些 包括豬也一樣 它其實他們是滿膽小的 所以我們習慣跟牛肢互動 就是可以洗洗澡摸摸頭 然後餵飼料 聽音樂這樣子 讓它習慣人的生活模式 它這樣一直提問我幹嘛 好奇 我也是好奇 好吃 好 好吃 在期待對不對 沒有 我們往下繼續看 其實放音樂 讓牛不會受到驚嚇這件事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要知道 不論是人還是動物 一旦情緒緊張 肌肉就會呈現緊繃的狀態 就對肉質口感 可是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說了這麼多 到底雲林的牛肉有多優秀 馬上來見真章 台灣牛 是 牛煮在這邊 我們今天看的這個 整個牛是 所以我現在手頭上拿到的這個牛 乳牛的 大理雞 大理雞 沙拉 或者可以講樂眼 因為這邊有一塊 對 那我們今天就大概來見見看 看我們台灣的牛 跟這個外國的牛的差異性 有沒有 它這個好像也有熟成嘛 對不對 師事熟成 師事天 抹鹽上來 很多人認為是入味 其實抹鹽上來 有一個最大的好處是 因為鹽可以讓溫度拉高 所以煎出來的牛的外表才會脆 好 那油也不用翻 因為中間這邊有牛 牛油在這邊 放上來 那牛排剛進來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不要急著翻 很多人在煎牛排的時候 就一直不斷翻來翻去 那因為你翻來翻去之後 它外面那個恰恰就比較不會有 那我們希望煎出來的牛排是什麼 外脆里嫩 現在翻過來就看 它就是恰恰 不要認為這種所謂的卡士爐 是煎不好牛排的 沒有 有沒有 這個就不用急 不要急 因為你翻動它的時候 這個恰恰都煎不出來 但是你可以明顯看到 現在目前這塊牛肉 出來的那個香氣 牛油的香跟牛肉的香 對 沒錯 對不對 牛肉的甜跟牛油的甜 其實也不一樣 對 好 那現在 這個時候要先拿出來 放在盤子上面 然後稍微靜置一下 很多人會一直不了解說 為什麼要靜置 有時候我們在吃牛肉的時候 牛排有時候分三分熟 五分熟 七分熟 但是三分熟 很多人說太深 錯喔 三分熟其實也是熟的 一個會煎牛肉的人 牛排切開來 它的血水是不能冒出來的 一旦冒出來 那個甜度不見了 所以你是藉由這個時候 它導熱 導到裡面去 讓熱度慢慢往裡面倒 讓裡面的血讓它淋滅 那剛煎完的時候 你看喔 有沒有 這在這邊是不是出水了 它的熱度已經由外往裡面倒 是不是 越來越多 這時候呢 水分也跟竹筷子 那往這個肉 你往這裡面把它擦進去 大概停留三秒左右 一秒鐘 兩秒鐘 好 你現在是用上唇 上唇 上唇 測 不會燙 上唇 你含進去幹什麼 上唇 我再一次給你看 來 再試一下 來 看什麼 來 1 2 3 好 看好 上唇 是不是有點溫度 你剛剛其實有點溫度 三分熟的狀態是什麼 有沒有 這就是三分熟的狀態 差不多 這個時候的肉也很好吃 對不對 裡面都熱了 對不對 好 但是我們今天要把它煎到五分熟 今天老三我 就來跟大家分享 如何輕鬆煎出美味牛排 另外關於靜置的時間 簡單來說 就是你牛排煎多久 就靜置多久 接下來要加入的無鹽奶油 把蒜頭爆香之後 再把牛排回煎 這裡還有一個細節要注意 它其實溫度 這個時候是最重要的 溫度一定要高 你溫度高你外面才會脆 有點像炸的方式 注意一件事情 煎牛排永遠就是用大火 接著煎牛排煎到表面有點焦脆 就可以起鍋了 最後再灑上一點的胡椒提味 試試看 很簡單吧 來 這一塊給你 好 這一塊給我 好 好吃 好吃 我覺得它比較有趣的地方在哪邊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在吃澳洲牛的話 澳洲的牛 它的肉質的纖維比較明顯 但是它澳洲的牛 對我來說 當然我沒有說它好有關 因為每個人喜歡牛不一樣 對不對 對來說澳洲的牛的 最後吃到嘴巴裡面的 尾韻的甜度 比較沒有美國牛來的那麼明顯 明顯 對 但是你這個牛我覺得 它的纖維正好介於澳洲牛 跟美國牛的中間 但是它尾端的甜味是舒服 因為我沒有加別的東西 那因為我們飼養方式其實它就介於 澳洲跟美國的 我覺得在中間 我們沒有像澳洲養那麼多草 可是也沒有像美國養那麼多牛 對 所以我就覺得它剛好在中間 它剛好會在中間這個狀況 我覺得咬的 它的尾端的甜度很好 我們現在進行這種 你知道人體餵食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到底 到底那個人愛不愛吃東西 像比較禮貌 就差不多是這樣 這樣 像剛剛那種 整個筷子都含進去 是 剛剛問你示範的就是台灣牛 來煎成牛排 我們很明顯感覺到 台灣牛的品質 在尾端那個甜度 是讓你舒服 這塊台灣牛排 在香氣和甜度上 我想是不輸給大多數的進口牛肉 雲林的國產牛 真的有讓我驚豔到 不過說到這家牧場最厲害的牛肉 現在才要登場 這個就是你的這個牧場裡面直送的 溫體台灣牛 溫體台灣牛 對 剛什麼時候殺人 早上我們露營的時候 大概十點 十點多殺人 十二點到三點 然後 那我剛有看到牠嗎 對… 我剛有看到牠嗎 對… 幸好我不知道是哪一隻 但我會覺得很沮喪 這什麼味道 後腿 後腿 第一叫三蛤肉 三蛤肉 三蛤肉 我就來囉 好 來 直接來 軟 帶點Q 軟中帶Q 清爽啦 清爽 後腿肉 清爽後腿 好 接下來你主要是 甘連 甘連喔 跟豬的甘連一樣 類似 有冠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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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牠通常做燒烤用 對啊 牠可以做燒烤用 也是一塊很好吃 你敢吃真的嗎 我不敢 可以算幾下 三下 我來三下 一下你幹嘛吃 一下趕 來 自己養 我自己養的 這個一定敢吃 對啊 很脆啊 對 就會有 多一個脆脆的口感 那就是那個在好吃啊 真的嗎 我跟你講 我完全沒有沾任何的醬 但醬更能夠吃得出那個 牛肉它的味道 三味完全沒有 台灣牛不能吃 不能沾醬 一沾醬的話 特別是沙茶醬 不能啊 要浪費 對不對 比較稍微 好 這個 是什麼 梅花 梅花 前腿喔 厚薄 厚薄 它燃的牛肉湯現在 就是以這種品系的 作為那個牛肉湯 或是蒜蒜鍋之類 我很難吃這個 我才發現 台灣牛的好處就是說 吃不膩 對 你可以吃很多 量可以吃很多 你不會覺得像吃 和牛可能兩塊 你就是不行的 和牛不行 那美牛其實 如果有一點也其實也沒辦法 那台灣牛主要是清爽 可以喔 可以喔 好 接下來 這兩塊要吃哪一個 來 這個 這個 真的是很棒耶 前肩胛 也是前肩胛的部分 那這一塊油脂就非常多 對 相對的甜度也比較高 然後它的帶點細筋 所以吃起來Q甜 有油香 軟 軟 就是軟 甘甜的部分是軟 進到裡面 然後咬的時候 你可以明顯吃到它的纖維 然後會在嘴巴裡面 慢慢散掉 對 這個就是你咬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的那個 是有口感 當天縣仔 產地直送 這就是台灣溫體牛迷人的地方 有別於台南蔬菜燉牛肉的湯底 雲林這裡走的是清淡風 肉質一樣的鮮甜 雲林用的是農序合作的方式 養牛之後 也開始經營台灣肉牛的專賣市場 期待未來 我們能夠吃到更多更好的台灣牛 升級版的滴牛筋 它可以把牛肉直接放進去 你等於是把滴牛筋 再把牛肉放進去 我們用高湯牛肉 然後最終我們再把我們的牛肉筋 再把它加進去 滴牛筋 滴牛筋 對 這樣牛肉竟然會誤會 滴牛筋 對 就把它放進去 你這塊是牛小排 我不知道耶 臉頰肉 對 我吃得很好 跟這裡的咀嚼肌耶 對…所以要吃起來 最配吧 一頭牛只有兩片 先試試看杏鮑菇 你先吃杏鮑菇 當然 因為杏鮑菇很會吸糖 它怎麼嘴巴裡面 杏鮑菇口裡面 它就是牛肉筋很甜 這是杏鮑菇 裡面全部都是牛肉的那個湯汁耶 對啊 野豪肉喔 它只要花時間 它給你回饋會是舒服 它就半斤帶肉這樣子 對 它的那個嫩度 對 遠遠比那個 那個什麼牛介石 你根本沒得比 牛介石沒有味道 避不上 對 對 避不上 野豪肉漂亮喔 它一咬下去 就化開來了 對 有兩個做法 一種是化開來 一種是不要那麼久 它有點Q的口感 韓性 然後看個人的喜歡 韓性 對不對 它真的舌頭一頂 就吹不上它 那你喝幾口湯之後 你會稍微抿一下嘴巴 會黏住 咬 你看一下 這個很苦耶 它雖然是中藥熬了 它沒有那個中藥苦澀的感覺 就有的時候 我在吃一些藥燉的時候 就是沒有那個牛肉甜味 本來就是那種苦澀味 可是它完全不會 牛... 它別的牛肉 牛肉多啊 牛味太足了 所以整個把那個 其實把那個中藥味已經 全部壓下去了 已經蓋過去了 我請教一下 我們那個滴牛筋 你是用哪個部位 給他們補它 好 基本上 因為牛筋 我們要滴得出來 有兩個藥群 就是不可以有油 不可以帶骨 骨滴不出來的東西 油滴完之後 那個水上水會被撈掉 那赤肉 就是我們希望是赤肉 肉越多越好 就是肉的比例越多的話 它滴的自... 取力會越高 所以我們大部分會用牛的厚骨肉 去做 合上頭 對 合上頭 然後三叉這一類的 三叉 鯉魚管 那這些就是用 用那個比較豚肉的部分 那重點就是 不可以有油跟不可以有骨頭 那你知道我們剛剛去那個 你們提供的那個廠家 我幫你們滴完的肉帶 對 我就想說 用你們滴完的肉 來做一道料理 這個肉覺得 這個肉可以再利了 對 第二次是嘴巴裡面突然想要那個味道 所以我就來弄 好 那這邊我放了什麼 我放了薑 蒜 然後蔥也可以放 然後它比較特別的是 裡面放了香茅 香茅 對 紅蔥頭 然後這邊呢 我們要把它打成 下去炒 以前不知道會想要放水 放水之後它就會稀稀 就沒有那麼濃 所以放油會好一點 然後就把它打出來 所以... 這個顏色很東南亞 這個顏色很東南亞 這倒是我的印尼 你看印尼的做法 香喔 對 香耶 它有時候他們還在放一些 比如說那個羅望子 對不對那些 東南亞的香料 對... 那我這邊就沒有那麼特別 現在過來 你聽到很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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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新香料的嗆 那待會兒我們還會再調那個 辣椒 就是這些粉進來 就會又不一樣 但很香耶 是啊 慢慢的那個香氣又跑上來 對 待會兒那個嗆辣不見的時候 就也開始來調味道 有沒有 它的油脂開始出來了 它有一點像是剛剛的油脂 已經在炸這些香料 就這個意思 很香喔 這是可以把糖放進去 糖烤進去會有一點焦糖味 再來是它的香氣 沒有那麼香 有了... 對不對 而且香茅的味道就跑出來了 對 剛剛沒有那麼濃的香茅味 對 好 那接下來 辣椒粉 辣椒粉 香茅 香茅 妳現在聞又不一樣 變得比較沒有那麼 它比較偏甜舒服的那個味道 對 像我們剛剛一聞的時候 鼻子會有點想要癢癢的 想要打噴氣 鹽 來 牛肉這時候就要起來了 其實這邊要用得一絲一絲 那印尼人是直接把牛肉蒸熟 就做這道菜還是水煮 它會水煮 就是少的味道 少的味道 我們沒有那個黑胡椒粉 好 我們就整個好 有啦 可以有黑胡椒粉 好 好吃喔 好 好吃喔 很下飯耶這個 好好吃喔 很厲害 椰奶一點點就好了 好香喔 有椰奶的香味 我們這樣不用炒 我們拌飯來吃喔 好啊 好不好 你是本來要炒到很乾嗎 我本來想把它炒得很乾 我覺得有點湯汁還不錯 好不好 好啊 這有湯汁好好吃喔 真的 還有多那個滑順的口感 對啊 那我們去湯汁多一點 好 好吃喔 很東南亞耶 它它的椰奶香味很夠 而且牛肉也不會太柴耶 完全不會 因為這樣濕濕的 然後又有那個香氣 好吃喔 對不對 我們今天晚餐天上就靠這個 好不好 就這樣 沒有別的 對… 待會兒那飯然後淋上去 大家就可以吃 好 吃吃看 對不對 搭飯剛剛好 最奇妙的是 餅乾皮在料理裡面 香料的時候 油其實是加滿多的 所以我會很擔心說 這會不會很牛 可是它吃起來是完全不會 有油膩的感覺 我們這肉已經把油都給滴掉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油的 最主要是把香料味炒出來 然後肉的 它本身的油脂沒了 所以你吃你不會覺得很油膩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有點難可以再加一點 可以啊… 特別說 重點是其實 地板牛筋的這些牛肉 或地板雞精這些雞肉 只要它沒有壞掉 它就有利用的價值 食材的潛力其實是驚人 你永遠不會知道這食材 所以還會帶給你生物 沒錯 只要它沒有壞 大家真的不要浪費 話說不必再吃一點 可以啊 不要浪費 我們把它吃光飽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一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這樣子的速度料理 吃飯囉